下面是不可思议的母亲 下面是不可思议的父亲 这个男的 他七年前深夜翻墙回家 把老婆给闷死了 还拿手机实况转播给小三厅 没想到女儿突然醒来 他竟然狠心的一并把自己两个女儿都给杀掉了 这个爸爸杀妻部分呢 已经判无期徒刑定宴 杀女儿的部分高院更四审判他两个死刑 但是最高法院撤销判决 再度发回高院更审 押送嫌犯张鹤玲重返现场模拟作案 七年前因为外遇情势曝光 在情妇苏玉珍怂恿下杀害妻子 被判无期徒刑定宴 但更狠心的是对两个女儿痛下杀手 更四审遭判两个死刑 不过最高法院却再度发回根审 张鹤玲深夜翻墙回家 从住处顶楼攀神而下 闷死妻子 还用手机实况转播给小三厅 原本打算开瓦斯制造中毒假象 没想到这时候女儿突然醒来 竟狠心一并杀害两个女儿 法庭上强调女儿是被失手杀死 相当后悔 还变称当时是被鬼拖走 并非故意杀人 谭心爸爸外孕伤害一个幸福家庭 更听信小三怂恿闹得家破人亡 背负三条人命罪有应得 却四度被最高法院罚回更审 浪费司法资源 家属肯定难以接受 记者杨真温三 台北传播报道